非常感謝 一個非常感謝 非常的謝謝這樣的分享 那其實剛剛剛剛談到了一些 在這個行動服務上面的一些經驗 其實這個行動服務當然也是一個試之外 怎麼樣去對進到一個對的市場 其實也是另外一個試 飾想接下來請變來聊 尤其對很多的團隊來說 其實中國大陸都是大家常提到 可能是最容易接近 好像看起來也市場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那事實上這個可能也跟進入的時間點 跟如何進入其實有非常多的一個關聯性 所以是不是請貝來分享一下 你們在決定到大陸去發展 以及你們怎麼樣在這邊 真的能夠掌握這個接地氣的事 然後把你們的生意做大 其實我們的發展其實現在事後回想 你會覺得好像都是在那個預料之中 其實事實上不是的 所以現在台北也好 大陸也好 都在講文創 小資 辦了非常多的音樂以及活動等等 你要知道在五年前其實並不是那麼多的 所以等於說我們前面的時間是在打底 摸索團隊 摸索產品等等 我舉個例子 當初在台北我們Proven這個product 它是可以walk 而且有人賣 就有人誘了人買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遇到了兩個重點的抉擇 第一個 我到底是要往東邊到美國去 或是往西邊到大陸去 對吧 我們留在台灣可能 再做就是這樣的一個市場 雖然說相較於其他的亞洲城市 它已經不小了 可是就像我一開始所講的 其實我們並不想要做一個 只是服務於這個台灣市場 如果要這樣子 那我們乾脆回到公館去賣雞排 對吧 人數什麼的你都可以知道 那好 那你接下來就是遇到實際上的一些 捨備的問題了 比如說美國多少人口 你可以猜得到多少的網民 你可以猜得到大陸13億的人口網民 我現在看到最新的數字一定是7.5億 所以兩邊的市場 你可以看得出來規模的大小 那第二個 所有台灣人的認知或教育 因為我們跟美國比較近 你會以為你對美國市場 對美國人的生活風格環境等等 你會以為你是比較熟悉的 但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誤區 在座有多少人是去過美國的 在最近十年裡 其實可能不到百分之十 對吧 更何況它的文化氛圍 他們聊天 在聊什麼 在生活裡面有什麼樣的一個 需求跟滿足的程度 我們是完全完全不熟悉的 那對於西邊從大陸過來的訊息 只是因為過去因為封鎖的關係 其實我們完全不曉得 在我到大陸去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 相同的服務在那邊要找到哪裡 比如說在台灣 你知道買書到哪裡去 在美國 你知道買書到阿姆路去 我到大陸的第一個月 我完全不曉得那個 比如說在這邊買書要到哪裡 都往山上去 你是完全不曉得的 這已經是約6、7年前 我從奧州的省到大陸去的那一年 就是所有的生活 我都是在飯店跟計程車的車窗外 看到的那個中國 可是我完全對他不熟悉的 所以那時候我從我的夥伴 他也叫John 身上學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說我認識的第一個台灣人 但有很多的人可能坐得比他 都還更好 可是他離我最近 他們他不坐計程車 他不住大飯店 他跟人家擠公交擠地鐵 用本地人生活的方式 在那邊生活 然後知道這個 因為我後來還念了研究所 他大學 我們是大學同班同學 他畢業之後就到他回去 現在已經是10年前 10年前的台幹 願意在大陸這樣做 是非常非常少的 他都還吃過兩塊錢在工廠的那個 給員工餐 為什麼 他想知道到底 本地人是怎麼生活的 生活裡面遇到了哪些欲望 沒有被滿足 對嗎 是你生的欲望 對 深圳 我的意思是說 從他那邊過來的訊息 再加上他後來讓我能夠到 地表上面 去更深入的捨立市場之後 我個人發現 原來我們對於大陸理解 是非常之少 但是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 得到所有你想要的訊息 這個其實你在美國的那個 白人生活裡面是做不到的 所以那時候比如說 我們決定到大陸去之後 我們前面有半年的捨備時間 就加入 剛好是加入威爾的前半年的時間 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審貝 Apple Casting等等所有的功課 最後我們決定 把品牌一拆為二 在大陸叫我們入行 我們在亞洲的台灣叫Apple Cast 為什麼 其實就跟剛才Jeff提到的 我們要決定起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因為所有創業的人 包括連大品牌 都會認為我所有的投資 所有的廣告預算 所有在網路上做的寇貝行銷 如果它最終能夠累積到 同一個品牌上面 自然是最好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服務 為什麼在大陸都會死 是因為全部都是一個top-down的做法 認為我們只要翻一個 scheme 然後有大陸的簡體字在那邊 我就能贏 那我覺得這個Mindset 基本上是大大的錯誤 所以我們從火龍頭跟火龍齊明 只要上到網站上面 它做的底層 是不一樣的 它在上面 從look and fill 從user experience 到客服 整整的SOP 完全是不同 這讓我們能夠 從年初的時候加入微軟創投 合併 我們加起來一個月不到三萬個活動 三千個活動 到現在 是能夠到將近三萬個活動一個月 是非常非常huge的一個成長 所以撇除兩邊獨立的以外 這個十倍可能是要乘以二十倍的 這樣的一個增長 我還記得我上個月在看報表的時候 總共是今年 卻有將近 應該是超過一千萬美金的 Fox Office 在我們這邊和台 大概三億多 三億多的票 各種活動的錢 在這個平台上面運轉 對吧 那我的意思是說 從survail的重要性 決定市場的重要性 到你真正進去之後 你願不願意真的破釜成舟的 跟這個本地人用他生活的方式去生活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台灣很多人去創業是兩地travel 就是你可能禮拜一看到他在台北 然後他就去上海 一大午就回來跟家人團聚 我們採取一種最激烈的作法是 我就把我台北的住宿退掉 或是台中人 我在台北是租房子 退掉 我直接整個搬到北京去 我不travel 你travel一來 你的心思都不在北京 你永遠想著我要回去 你下一夜吃吃滷肉飯 對吧 每個台灣人都這樣 你禮拜一去你禮拜一開始就想滷肉飯 你在想雞排 你在想康熙來了 你的心思沒有在哪裡 所以回到我們自己本身的經驗上面 覺得除了survey 因為我之前實在過公司工作的 所以是基本工 我認為台灣的創業者第一個 survey的功夫可以做的再更細緻一點 然後從中間去挑選你的產業 你做的業務最適合的一個市場 大陸是一個非常好的市場 我們看到經理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到美國去 甚至像Cubia 東南東去 挑選一個你適合的市場 那個地方最好沒有big value 最好沒有其他的可能的政策上面的影響 然後又有巨大的市場 然後你的資源的人脈在那邊 可以具體的 leverage 那邊的資源去做 然後再來就是你怎樣真的 拋棄你過去的這個 comfortable 的地方 你記得我們第一年的時候是 我們自己本身不知心 然後還付錢給我們的人 就願不願意做到這個事情 然後你願不願意覺得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是 comfortable 的 如果可以我覺得後面一定會成功 只是大成小成為 那其實一路上面走過來 你都發現後來隨著環境的變化 或者是活動市場活動的增多 各個地方開始在鼓勵文創 各種各樣大小的活動 年會 conference 在舉行 好像都配合了這個 我們所做的產業得來 然後在各個地方都還沒有 competitor 尤其在這個 跟我們打了一個 second 的這個 player 在市場 可能量級是遠遠低於我們 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左右 那你就會覺得這東西 好像都是你安排起來的 其實不是 它是需要透過前面你做了非常多的 hot walking 去準備好 然後去做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當初選的一個題目 是這個活動產業的一個垂直的 並不是一個漂亮的 app 或技術本 就是非常容易可以被 duplicate 所以我們的經驗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更多的台北的創業者 很願意離開這個台北 這樣這麼一個舒服的地方 永闖不管是大陸也好 台南也好 美國也好 或其他地方 希望我們的經驗都可以給你帶來一些 可以帶來一些小小的一個 insight 讓你想走一個方向 好 非常謝謝變的這個分享 我想其實 阿翔的跟剛剛這個 王特洪先生講的其實很像 其實做一個創業者 真的要有一個破釜沉舟的精神 他才可能創造最後的一個成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這一場的論壇 再先到一個段 因為等一下這個 杜峰杜小姐他也必須去趕飛機 所以呢 雖然他行趕飛機 但是呢 微軟的這個有同事 還是會在外面的攤位 所以不要擔心 這個杜女士走了 你們就沒有辦法 報到微軟加速器的報名 那我們再次謝謝這個 五位的這個講者 來跟我們做一個精彩的分享 謝謝 好 那我想剛剛這五位講者 當然從不同的邊向 也提了一些的這個 建議跟看法 那當然在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再多做一些的交流 那待會兒也許 大家可以再做一些討論 那接下來的這個呢 我們將進行今天主題演講的 最後一場 其實就像剛剛在講 其實創業是一個 某種程度是一個團體戰 他需要一個生態圈 然後的各方的資源交流 所以接下來很高興的邀請的是 樂森科技的董事長 許金龍許董事長 來跟我們分享 匯聚創新的量 你創業精神 共榮 共好共榮 掌聲歡迎許董事長 非常感謝 謝謝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我们掌声欢迎许基隆许董事长 谢谢主办单位 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 这个大概是我的自应期 去讨论这些题目的时候 最多的底下 做到最多的讲者 我们今天题目是 汇聚创新能量 创业精神不共好共同 然后是这个主办单位给我的题目 各位都知道 我的 不知道各位都知不知道 我的过去的背景跟历史 那么我想我来跟各位 分享这个题目对我来说 是连去意义的 我跟各位说一下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会走上上面这条路 也从来没有想象过说 我会拥有一家公司 我人生的规划里面 在我从东市以来 我从来就不想做一个老板 那我从小的梦想是什么呢 所以当我有了这个 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呢 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一个媒体的记者 作为一个守望这个社会的 这个开门狗 然后呢 即便是狗废火车呢 我也觉得自己 那小小的力量呢 使那小小的声音呢 是很伟大的 在我的这个人生的历程当中 我所有的经历里面 都告诉我 我内心的渴望 是刚做好一个记者 所以当年 我告诉各位 我的那个求学的过程的时候 这个也许我的求学过程 可以勉励非常多的 这个新的年轻的创业家 历年呢 考高中 我在高中的三 我在国中的三年的时候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 那么我的强项跟弱项 非常清楚跟明显 这个国中三年你也完 酸减一点的事呢 我都不知道 好 我去考高中年考的时候 我爷爷陪我考 他告诉我说 这个千万啊 一定要等到中小了 才可以教考诀 我觉得不可以提早教考诀 所以呢 我就在那个考场里面 考数学的时候 跟考自然科的时候呢 就度过了这个非常难熬的那两堂课 我记得数学呢 我是睡了一觉起来 那个考卷上面就沾了口水 钟还没有响 然后呢 考自然科学的时候 我时间太难打发了 这个可以拆的都拆了 可以做的都做了 然后用了闲暇的时间呢 想了一个小说的脚本 然后觉得说 觉得说 终于可以打发过时间了 我那年的时候 考高中那年的时候 大学人考的决定是18% 我想以我这样的条件呢 我是绝对考不了好的大学的 我进了大学一定就是被淘汰的 所以我更不爱念大学 所以我想念什么呢 我想念世界性专 但是等到考专科的成绩出来的时候 这个 我爸 我们家人说 这个 这个 去当媒体记者 是很没出席的 我没听到人家说 要 把人搞垮 就要去办杂志社 所以我们快去把它搞垮 所以不送我去 所以就算你要 就算你要念 这个 考大学 就算你要念这个新闻的话 你拿到政大新闻的系去念 如果你考进了大学 我就让你念 可是我自己非常清楚知道 我根本就念不了 我绝对不可能 考上政大新闻的系 因为我都不知道数学我要怎么过 然后 后来我就选了 我的成绩也可以选台北商专 我可以选台北工专 但是我也没勇气 很好险 对于我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很清楚知道 所以我选了台北商专 今天台北商专的时候 数学 专科一年级跟专科一年级 是必修的数学 这四年 四个年 这四个学期的数学 我每一个学期的数学 都是六十分比过 为什么成绩那么刚刚好六十分呢 因为都是考古考过 古考过了就是六十分 然后呢 台北商专科一年级的时候 有诸善课 诸善课的时候 他说当班代表 当班代表加十分 所以我当班代表的时候呢 我的诸善成绩是七十分 没当班代表的时候 我的诸善成绩就是六十分 那时候在考诸善的时候 考到最后 新会议了 把算盘丢一遍 我拿比加总可以 结果还是没办法 这次六十分 我这个墙上的落下是非常明显的 进了台北商专之后呢 就在这个近南路上面 对面是台大法学院 右边是立法院 近南路跟双南路口就是立法院 民国七十四年到七十九年 我念台北商专 那五年的社会界 累积起来的通派的能量呢 我在那个五年里面呢 其实是跟自己过例子的 这个 我所有的 在台北商专所有的 这个球学的过程 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将来 毕业了毕业以后 还会把这个 还会把这个 会计学啊 或者经济学啊 拿出来再用没有 因为 我知道 在我们台北商专 这个 我念国贸科 我们班上的同学的成绩 我就坐在那个教室里面 我看一看 同学的表现 我就知道 这个 如果我跟他一起去考 茶班大学的话 这个 这个 考商学院的话 我一定是考数他 我根本不可能考定他 因为他们不是全体 就是成绩在你前面 这个 我 我这种成绩怎么可能考不过 所以呢 我这五年里面 就过自己的日子 我在台北商专五年 打了这个六年的辉伦比赛 因为第六年的时候 我替 我当兵的时候 我回来指导学校 我替学校拿了六年的冠军 然后 那时候我带于台北商专的时候 我就想说 把我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年轻人 逞胸斗狠的精神呢 我就发挥在这个 辉伦比赛上面 平常跟同事 同學 或者跟同學朋友交往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與其好變戰 我就不想再跟人家酸骨子流紅好鬥好變的這個性格 但是生活裡面都用不到 因為每年的這個比倫比賽我們都很精彩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都拿了五年的這個台語上專業比倫比賽冠軍 可是從來就沒有機會越級挑戰這個台灣大學 沒有辦法參加大學組的比倫比賽 覺得很可惜 就拿曉得我當兵回來以後 1993年我考進了這個 茶凡考進了台大政治系 修了法律系的雙學位 然後我代表了台大 拿到了台大的代表權 到了這個 到了這個新加坡跟復旦大學 咱們參加了1992年的這個比倫比賽 那場比賽是人性本善 人性本惡 我們是代表人性本善 跟中國大陸代表隊 復旦大學代表隊 在新加坡一決死雄 很可惜 那場我們輸了 那場比賽輸了 讓我耿耿於懷二十年 我總覺得代表台灣出賽 然後又代表台灣人性本善這一方 輸給人性本惡的 來自於萬惡的 然後我覺得輸的那場比賽 我正是二十年多 美美啊 五葉夢回也是我都想到 當年在台上怎麼輸的 其實我都覺得 差一點點就輸了 二十年過去 兩岸之間呢 有了非常大的轉變 這個93年到現在 有非常非常大的轉變 當年我們對方的一變 變首是江峰 有沒有人知道江峰是誰 江峰呢 當年跟我們變完回去後 回去中國大陸 立刻成為中央電視台 政大綜藝節目的主持人 去年的時候 我在報紙上看到江峰的名字 他是國西來岸 他在國外的古堡 他在城堡的名字 就記在地方台的名下 江峰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們的對方變武結變 蔣昌健 蔣昌健 後來回去做了 復旦大學的 國際關係系的教授 然後呢 蔣昌健呢 是現在江蘇衛市 最強大毛的主持人 就是我們的這個 這二十年過去 兩岸的事 我再跟這個 中國大陸的對方辯友 在辯論的時候 1993年可以想像 台灣跟大陸之間的 這個感受是什麼 我們代表台灣出賽 想要拿到冠軍 覺得這個大陸的 那個社會分為環境下 辯論出來 訓練出來的學生 不見得有我們優秀 我們一定要拿到冠軍 凱旋回來 但是我在那時候 在跟他們辯論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 台灣大學代表 對四個人去比賽 然後對方呢 對方呢是集訓了兩個月 是整個國家的 整個復旦大學系統 就支持他 他們的這個 辯論比賽的指導教授 叫做王滬寧 王滬寧是從江澤民時代 到這個 到這個 胡錦濤時代 到現在的這個 習近平時代 都還在中央委員的名牌裡面 是中國大陸非常有名的 新名牌的學者 就在那個班同的時代呢 這個 我們想要去證明些什麼 然後 結果呢 這個 我回顧這二十年來 兩岸社會的政經形勢大的發展 我覺得那是 安天附地的變化 回來 電文比賽回來以後呢 我就 唸了正大新明就所 當時我用台北上專的同等學歷 考上了正大新明就所 然後呢 這個 然後 這個 我就把 正大新明就所辦休學 然後在台大念雙學位 雙學位應該念大五 所以我大五的時候 跟正大新明就所 一年級是一起唸的 好 然後呢 到了正大新明就所的時候 我就拿到了這個 聯合報的獎學金 所以我在 正大新明就所 函的手架呢 都在聯合報工作 畢業了 我就直接到 聯合報工作 直到三十歲的時候 我才得到了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 聯合報的機制 好 所以各位 這三十歲 在現在中國大陸 八零後九零後 那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年紀 三十歲 你才出來社會 這個 蘋果 然後 可以說是 老味他糊塗 這個 可以說是 在社會歷練上面是一張白紙 可是我告訴各位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的歷練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每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時刻 對於我來說 我都在積累 我在台北上 當面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辯論什麼題目嗎 我們辯論 這個 我國目前 應該興建核能第四發電廠 等到我 到了聯合報 跑新聞的時候 2000年的時候 這個 我在經濟部採訪 我採訪的主題呢 是 我國目前應該 停止繼續興建核能 第四發電廠 等到我都已經離開了 這個聯合報 創了自己的公司以後呢 我們現在 在討論的是 核四封存的問題 這三十年來 台灣政治社會 的議題 就被那幾個議題 主軸貫穿著 然後呢 就像他要探戈一樣 一回進一回淺 我們都看不到 那個腳步針對的往前走 然後就這邊進一步 退兩步 我都不知道台灣社會是怎麼回事 而整個社會呢 它的確改變了 說到我的這個創業度 你沒有辦法想像 2000年的時候呢 那時候我已經是 流報記者了 但是我台大的同學呢 就邀請我來投資 說他們要做遊戲 然後跟我講說呢 每一股是一千五百萬 我們只要三個人 那我說我沒這麼多啊 那我只有幾個五百萬 沒關係 就撐他五百萬 然後呢 就有一天呢 我記得我要出門採訪 本來就 趕快要去目的地的採訪 結果呢 這個 出門之後我接到聽電話 打電話給我說 要趕快去匯款 說大家都匯款 然後呢 你是最後一個匯人 然後我想怎麼不好的意思啊 趕快去匯款 結果事實證明 我是第一個匯款 然後呢 我匯的五百萬呢 也是金額最大的 事實上 有三個人都匯的五百萬 所以是最大的 但因為我 我參與投資 又不管經營 所以呢 然後我的金額最大的 然後我是第一個匯款的 所以我就順理成章的 成為董事長 要成為董事長 就早點匯款 然後呢 我就當了董事長 那這一切 我就把印章交給我 繼續做我的 跑線記者 因為我想 我不會管這個事情 然後呢 這個公司成立的時候 就推出我當董事長 我印章交給他們管理 大概過了六個月 都一直都很好過 我也沒管 只是覺得 也沒覺得董事長 有什麼關係 可是他們有特別跟我講 我說你是董事長 國外客人來的時候 你自掏腰包請客人 請客人 不要用公司錢 這樣代表我們這個 這個董事長的分量 所以我就開著我的 用我們家的辦事車 載著我們的客人 然後我哥當司機 然後我當這個主人 然後接待日本客人 在半天吃飯 給我們自己花錢 然後呢 突然呢 兩禮拜前我們都還好好的 兩禮拜後有一天 我們的那個CEO 在一個辦公室 在一個會議室裡面 突然跟我們下櫃 說公司錢消光 然後你以後就沒錢 兩天賣錢都一切都 OK 對我來說也是情人批利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開始問一下公司怎麼樣 了解他怎麼樣怎麼樣 那聽起來都 就差錢 其他都不是問題 然後我想說這樣這樣這樣 那有什麼好事嗎 那就差錢就找錢嘛 對不對 那這麼緊急的情況下 你要找錢怎麼找 一定是跟親戚朋友找 回家去找 回家去找 就找了三千萬來 這就是錯誤的第一步 各位 如果我的投資經驗 創業經驗 讓各位有一點點啟發的話 建好募收的話 或者是 或者是 找點止血的話 人生可能不一樣 那因為這三千萬下去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責任 因為我對我找來的人 就是一個責任 然後我還記得跟我說說 我們這三千萬投下去以後 然後我們就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風生水起了 然後可是也不是 然後這個 然後我記得那個三千萬 因為那時候台灣 你知道2000年的時候 2001年的時候 還是非常 投資股行為活動 還是非常蓬勃發展的時候 然後那個 我投的時候 還有投技術股 所以說 我一股是15塊 用投了這個 拿了10塊錢的股票 然後呢 這個 後來呢 又不行了 什麼叫又不行了呢 是 下一個round的時候 可能來說要比15塊更高 那我才對我的輸出 親戚朋友的交代嘛 就下一個round 我們就要做downround 那種12塊 因為什麼情勢環境有演變啊 什麼等等 在2000年的9月11號 2001年的9月11號那天 這個911那天 我們公司拿到了這個 微軟的 在北美發出來的這個 S-Bus 亞洲唯一一商的 開發 獨立開發者的社會執照 除了日本以外 然後 這個 整個經濟環境更適的改變 可是我還是這個 亞洲 很少數的開發商 所以呢 這個 我覺得 不能夠讓他們 這個downround 對不起我直播叔叔 所以我就 親自出來主持了 木製的工作 所以雖然我還是新聞記者 可是呢 如果代表這個公司呢 跟VC 創破談判 拿了開始 拿了公司投資的錢 然後 開始一路 一路下去 就有一天 我們日本的合作夥伴跟我講說 這個 阿朗桑 因為我的名字是Aaron 他們叫我 日本人叫我阿朗 阿朗桑 我們每次來 我們覺得你非常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你們的CEO不行 你們的CEO 這個沒有實務經驗 而且比較EGO 聽不聽我們講的話 如果我呢 阿朗桑 你願意下來負責的話呢 那我們就把機會給你 繼續跟你們合作 給你們機會 給你們支援 如果你們願意的話呢 那我們就要 這個案子叫終止 那我回去跟他們談 問他們到底想法怎麼樣 他們還是想要保住這個機會 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 我就回報社去 2003年的9月16號 我跟報社講說 我沒有辦法 我要辭職 報社說什麼原因 聽完了 報社說 那這樣怎麼不好 你呢 這個 先把你留一支庭心 希望你把信處理 然後再回來 到2004年的1月1號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因為 我雖然知道我自己也有夢想 可是 在我們走到遊戲這條路上面 在台灣整個環境裡面 如果我說NO 這群人的機會就沒有了 過去已經累積了三四年的經驗 2000年開始 我實在不忍心看到這個機會沒有 所以我就因此而走上了創業路 好 那在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一步一步的走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國際舞台上面 在亞洲的這個市場上面 只要是來自於遊戲主機的這個市場呢 都是我們的作品 我們不但是第一個 也是亞洲唯一的這個 這個 除了日本以外的這個 康州平台上面的作品 我們走到走遍了全世界各個不同的站 我們幾乎見證了這個整個國際市場 遊戲市場的轉變 在平台轉換的過程當中呢 每一個平台裡面我們都有缺席 在這麼多平台的典範轉移過程裡面 我們始終是站在研發的最前線 今天為止你看到我們的公司的成績 可以跟各位說一下 這個我們公司呢 在台灣現在是一個上位公司 是唯一一個以研發為主的上位公司 那麼我們在今年的7月2號的時候呢 讓我們在高雄跟蘇州的垃圾美術館 成為這個 在新會市場掛牌的公司 從某個指標來看 我們的高雄美術館呢 做了一個全世界都沒做過的事情 我們把遊戲產業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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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切分成為這個 專業的supply chain 把美術製作的服務之外 拉出來 獨立的成為這個 然後希望呢 它能夠在未來的路上 做了奔跑 我們希望成為 遊戲產業裡面的 在製程上面的開機店 然後希望所有的 遊戲開發 都能夠利用我們的美術資源 在未來的這個 作品呢 因為大型化跟小型化 越來越兩極的空間裡面呢 我們的美術製作服務呢 有更多的空間 那麼在這個北京的樂生呢 我們的北京樂生公司呢 在去年的時候呢 就是成為中國大陸的 北京新三百 掛牌的公司 北京新三百 掛牌的公司呢 然後它是新三百 擴隆以後的第一家 也是這個 當時很意外的 第一家的企 第一家在北京擴隆以後 掛牌的這個新三百 的公司呢 是由台資背景的樂生 北京樂生呢 拿下的話還有這個資格 我們的 你看到這個股份代碼 430213 只要430212 就以前呢 通通都是舊的舊三百 到430213就是新三百 開始的號碼 到現在為止 北京新三百已經上過千家了 北京新三百它會是什麼 它會是一個 這個 北京三百它會是一個 未來 這個 它會是未來的 這個 護身股市之外呢 重大量派跑的一個股市 各位可以拭目以待 我們在今年 這個3月31號的時候呢 用了九千六百四十萬北京 購佈了全球最大的 修憲遊戲地台 Honey Peaks 它們是一個全新的商品博士 用的是這個 這個 遊戲內製的廣告的交通 加差的行銷 所有的遊戲收入是來自於 蘋果商店 Google App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 AdMobile 然後呢 這個 在 今年的十一月六號 十一月六號的時候 我們宣布了一個 最新的收購案 同步網絡 同步網絡 各位 就叫九一助手 九一助手呢 這個 在兩年前呢 被百度們 用十九億美金來收購 它呢 這個 創下了當時呢 行動互聯網 的一個收購的天價 相當於五百七十一台幣 當初的 這個九一助手的創辦人呢 就是熊俊先生 熊俊先生也是 這個 這個 同步推 同步網絡的創辦人 當年呢 他用十萬塊錢 這個公司 賣給了福州網絡 在福州網絡 賣給了 用十九億美金賣給了百度之前呢 那麼他就離開了這大公司 出來做了同步網絡 同步網絡現在在中國大陸的 這個行動遊戲平台 渠道的很大平台上面呢 大概呢 是在第一列的位置 我們說前三年這個位置 而且他持續在Sun Rising 他的競爭對手呢 包括了快業務 包括了這個PP助手 PP助手是阿里巴巴的投資的 包括他自己創辦的主要助手 我們收購的這個 這個金額呢 是十點六八億的民幣 全資的收購 這個收購 這個收購出來了以後 我們全是 台灣的人都在問說 怎麼收購這麼貴 可是各位如果去網路上面查一查 整個中國大陸 哀鴻片爹 說為什麼賣得這麼便宜 為什麼賣得台灣人 有很多人當作討論 那回應到各位 大家現在網路上面起底很重要 大家很會起底 當同步網路用十點六八億 賣給我們大陸上一片在說 為什麼賣得這麼便宜的時候 下面就有人回覆 你可以去看1993年那場便宜比賽 你就知道說 他為什麼被賣這麼便宜 這個 當然輸了 我們現在可能還沒回來 然後這個 我們也spin over了一個 實力線上 得到了Jeff的投資 我們預期將來也會希望 他們在資本市場面 有一些很好的機會 最後呢 他們知道所有時間到了 可是我記得我是提到十分鐘上台的 明明是四點十分鐘才上台 但是四點鐘就讓我們上台了 然後我花最後一點時間想告訴各位 在你的創業項目上 這個 我不知道什麼能夠幫助你 但是我想說下面的話 給你一點點 希望對你的幫助 第一個事情是我想告訴各位 你知道我們的優勢是什麼嗎 你認不認為華文是我們的優勢 如果你認為華文是我們的優勢 請問你我們的華文優勢在哪裡 華文的最大的市場在哪裡 你看了這麼多的PC的人 這個互聯網的例子 你知不知道行動互聯網 會重複一次PC互聯網的故事 甚至會更精彩 如果是這樣 你知不知道全世界成功的PC互聯網公司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成就的 如果我可以這樣跟大家說 任何一種商業模式 在一個地方成功的時候 它可能都會讓全世界各地 用不同的語言被COVID 移動互聯網給大家帶來的機會 是更勝於以往 競爭更激烈 它把世界都讓它平了 你只要在蘋果商店上架 勾選不同語言的地區以後 你的競爭就來支持全世界了 你如果沒有辦法做好多語言的版本 你放在英文跟華文 大概全世界都能夠看得到你 好 那我問你你的優勢是什麼 如果你認為華文是你的優勢 那請你在這個市場好好深刻 如果你認為英文是你的優勢 就請你到細谷去拼命 所有在英國成功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在美國成功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或者說用英文成功的互聯網商業模式 它要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公司 就是要怕過語言的格格 怕過文化的障礙 變成全面的世界性的公司 你知道這個PC互聯網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創新模式 在中國的這個土壤裡面發生 在中國的互聯網世界裡面發生 他們所做的創新 甚至是引領全世界的創新 因為這個互聯網的世界 是大家不是那麼能夠想像的世界 第三方之父之所以能夠 在中國被創新 被成功 然後到現在被引領 而成為全世界的另外一個蜂巢 那是什麼 那是直擊於中國大陸獨有的商業環境 跟生態系統 如果你認為華為是女優勢 輕易仔細裝俏 你真的瞭解中國這個市場上面 所有人的消費習慣嗎 你怎麼看待中國的這個市場 如果你對中國的市場 不想聞 不想聽 不想看 認為你可以把這個市場甩掉 然後成就你的創業的夢想 請問你告訴我 市場墨幅是多大 阿里巴巴跨境支付都來了 你知道我們的討論WTO 大家在討論太陽花 在討論兩岸主報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WTO都沒有辦法 處理一件什麼事情 叫做跨境交易 跨境交易在PC互聯網時代才開始 到現在而且全世界WTO 都沒有辦法對跨境交易的自由貿易規範 進行一個規範的時候 你知道你已經有多少台灣的人 使用了阿里巴巴的支付寶 如果跨境可以對你來說 究竟是一種劣勢還是一種優勢 我想請各位所有的創業者 尤其在行動互聯網時代的創業者 我來告訴各位 最大市場在哪裡 毫無用指引的 如果你不想看中國 就請你去用發揮你的英文優勢 如果你覺得你對西方更了解 你對西方的使用者的環境 User的Friendly 所有的環境 對西方在西方創新的商業模式 你更理解 那你從今以後你創業 不要走過在這裡 你要去弄一個英文網站 要在內容拿到最大的市場 拿到最大的User 如果不是 我請各位去想一件事情 在行動互聯網的時代 我們在華文的競爭優勢是什麼 我們面對這麼大的華文市場 可是你拿不出我們對華文市場的觀點 拿不出我們對華文市場的消費者使用行為的觀察能力 或者沒有興趣去觀察 或者沒有能力去觀察 或者認為那個觀察等而下之 或者覺得那個觀察 跟各位格格不入 或者覺得那個觀察 各位可以盡量去酸它 各位去嘲笑它 去嘲諷它 而不去分析深究它背後的成因的話 我們永遠會拿下這個市場 今天我們在台灣做一個創業者 我希望大家都要有雄心壯之 要馬中原 石城中原 拿下這個市場 讓我們台灣的創業者 真正在那個市場上面 得到成功的機會 你看到兩岸交流了這麼多 過去二十年來 你沒有看到一個台灣年輕人 在中國大陸成功 成功的都是泡麵的 汽水的 海水的 然後水泥的 然後零組件的 IC的面板的 阿里巴巴缺錢的時候 沒有一個台灣的人願意投 你知道兩千年的時候 PIZZA來台灣找錢 三塊錢美金 找富邦證券 問他們有沒有人 要買三塊錢美金的PIZZA 沒人投 看不懂 台灣過去所有的錢 都沒有在互聯網 在Internet的世界裡面 投下一點點資源 種下一點火花 你知道阿里巴巴最大的股東是誰 你知道阿里巴巴最大的股東是哪裡 再來是雅虎 我們阿里巴巴就在隔壁 那時候他兩千年要錢的時候 兩千三年要錢的時候 他們錢還多的一大步驟 沒有人投資進去 沒有人掌握那個機會 你知道騰訊最大的股東是誰嗎 騰訊最大的股東是一個南非的基金 這個南非基金 它的投資報酬率 聽說是地球上面 最成功的投資報酬率 是上萬倍 如果誰把南非基金所持有的持股 這南非基金持股 比馬化成持股還大 誰把南非基金持股買走了 騰訊就聽他的 有為者亦落實 只可行成功的內部不是我 我還在成功創業的路上 舉舉獨行 希望今天能夠有機會 跟各位共同共好 共同勉勵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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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金洋區董事長 分享 我想就像他講 怎麼樣去在這個時代裡面 去找到一個屬於華文的觀點 找到自己的觀察力 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在他的這個創業故事的分享裡面 也可以看到 對創業家來說 擔視決心跟勇氣還有堅持 其實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在這個 航向偉大的航道的圖上 其實呢 雖然很辛苦 但是大家並不孤單 在座的現場 就都是在這條道路上面 互相扶持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夥伴 那我們也希望 藉由這個MING Taipei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把大家的力量聚集起來 一起航向新世界 發現那個終極的寶藏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第一天的活動呢 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麼也非常感謝 今天所有的講者 帶來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也謝謝各位的參與 明天呢 我們還有demo show的 一整天的活動 有30個來自台灣優秀的團隊 會來展示他們的一個 新的鼓舞 所以呢 各位如果對於發現 新的經濟拜託 還有要看到新世代的力量 也歡迎明天的贊助 還是在我們這個現場呢 一起來看我們 年度最佳30個團隊的一個demo比賽 那在這邊再次 謝謝大家新天的參與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掰掰